下午有德韦斯家车主受到南京交警五大队开出的围停的罚单 不过细心的车主发现罚单的时间有点问题 9月7号中午市民张小姐将车停在古楼区金银街附近 下午取车时发现车窗上被交警贴了罚单 围停受罚本来无话可说 但张小姐发现罚单上的时间有问题 昨天星期六中午的时候停在这边停了一下 下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车上有一张 9月8号13点的这个围停的通知 实际上今天才是8号 他这个违法的告知单实际上是提前了一天 就是24小时来通知的 张小姐在9月8号上午9点05分发布了一条微博 晒出这张时间有问题的罚单 她认为交警草率开出这种问题罚单实属不该 交警五大队回复说罚单上时间有误 可能是现场执法的交警一时疏忽弄错了日期 他们将加强内部整改 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至于有车主问能否免于处罚 这要看具体情况 如果除了开具围停罚单 交警现场执法时没有拍照 或者拍摄视频取证 将无法证明车主的围停事实存在 那就不能处罚了 记者了解到 交警9月7号当天执法时同步拍摄了照片取证 证明车主在金银街的围停事实存在 这种情况下车主们要按规定接受处罚 如果对此有意义 可以到交管部门查看当时现场的违法照片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